那為什麼有八觀在界呢? 因為佛陀在世的時候 修行成果度了無量無邊的出家眾 度了很多的在家去世 所以很多在家去世 對出家人的生活 那一種的清淨、自在、自由、快樂、幸福的 羨慕非常的羨慕 但是一方面他的俗世 就是他的世間的事情很多 還沒做完 但是一方面想要過那種清淨的生活 那種自在的生活 而很短的時間能夠獲得無量無邊的功德 所以這些居士就問釋迦牟尼佛 有沒有依法能夠幫助我們 像出家人那種生活、清淨的生活 而很短的時間能夠獲得無量無邊的功德 釋迦牟尼佛才告訴大家 有依法就是受持八觀在界 因為我們成勞 我們世間的事情 我們都還沒圓滿、還沒做好 很多事情要處理 但是一方面我們怎麼能夠過清淨的生活 就是這個樣 釋迦牟尼佛才講 有依法就是八觀在界 所以我常常主張 有一些人到道場來受八觀在界 或者在家裡受八觀在界 受八觀在界之後 跟平常的日常生活一樣 沒有什麼沒有區別 我不贊同 受了八觀在界 該上班就上班 該工作的工作 該賺錢的賺錢 打電話打電話 看文件的看文件 看事情的看事情 跟打電話講話 種種跟一般的事情 每天都還沒什麼兩樣 如果你這樣來受八觀在界 我不知道贊成 也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你要真正要受此八觀在界 你要那一天一日一夜 時間很短 一日一夜 你那一天當天 應當要接受佛的紀律 專注在八觀在界 培養自己的親近心 什麼樣的俗事 不要去看 也不要去管 也不要去做 該做的 我們盡量不要去做 一天一日一月 專注在做這個八觀在界 什麼樣的事情 不要看太多 所以你看 我們八觀在界的 有一條叫做什麼 鄭總 先出來給大家看 不歌舞作業相慢屠才 意思就是說 你既然要說八觀在界 你今天在界也要清淨 時間很短 你要發願 你那天發願之後 你真的什麼樣的 萬元放下 你真的要放下 好好念佛 好好去念佛 因為時間很短 一日一夜而已啊 你看 不歌舞作業相慢屠才 不歌舞也不用去聽歌 也不用去卡拉OK 也不用去跳舞 也不用去看電影 也不用去講電話 也不用看那些什麼文件 也不用看手機 也不用打電話 也不用打電話 全部都不用 為什麼呢 也不用去化妝 因為化妝一大堆也沒必要 為什麼 老和尚講 讓費時間 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這個八觀在界這一條 既然我們授持八觀在界 發願要授持 那今天 應當我們怎麼做 接受佛的戒律 怎麼接受呢 把一切的萬元 能夠暫時放下 好好來修行 你才能夠獲得 五量五變的功德啊